为了增进各部落日间关怀站老人的情感 以及让部落老人家展现各项才艺 台东县政府于5月17日上午9点在金峰湘新兴村新兴文化广场办理 101年度台东县原住民部落老人日间关怀站 及人住民族家庭及妇女服务中心成果展演 及原住民社会福利宣导活动 县长黄建廷及县长夫人陈林彦特别到县场关怀部落老人们的健康 并在舞蹈老师的代理下和县场各部落的老人们 开心的一起扭扭腰舞动摇摆跳健康操 台东是老人人口比例全国前五名的县市 我们的老人在台东的人口里面 100个台东人里面大概有超过13位 是65岁以上的老人 那我们原住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全国最高的 我们原住民在台东大概占总人口的比例 要接近35%超过三分之一了 所以在老人的关怀 特别在部落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未来我们一方面要更积极的推动台东的各种产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留在在地来工作 发展我们在地特色的产业 然后也能够因为这些年轻人在部落里面 我们可以照顾到长辈 照顾到下一代 这个是我们要持续认真再来努力推动的 我相信因为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不管是老人的关怀中心 不管是家庭跟妇女的关怀中心 服务中心 把这种各种不一样的力量 我们都来结合起来 那么一定能够让部落更繁荣更进步 会中为感谢与会贵宾 对原住民关怀站的协助与关心 由各部落头目分别赠送黄县长等人 象征尊贵、权力、智慧、美丽、法力 富足的流离珠项链 县长夫人陈林燕与现场民众 进行解酒宣导及有奖侦达 并希望所有人共同在社区部落内协助宣导 期望减少喝酒机会 降低酒驾与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发生 台东县政府专题报导